南球之神终于延伸 非人通降西湾河 他今次来为了Jordan Grant 和香港协青社合作的 Jordan Wings 社区青少年支持计划 进行启动仪式 计划就是希望透过教育和运动 激发青少年的潜能 追逐渐赏 米高 Jordan提到教育的重要性 在球场退下来之后 他在商界一样得到好成绩 他分享自己的成功之道 我认为它是项目的 努力线 势目的成功 努力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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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努力线 努力线 你每天都做得到每天都做得到每個極限 所以你喜歡做的愛 你必須要有愛 他特別提到有幾個人對他的人生影響很大 我的父親 我最初有很多事情學習 我身上的一人開始在家 當然是母親和父親 Dane Smith 當我去學校時他教了我很多 離開的家庭 跟新人見面 整個比賽的比賽 米古佐敦上次來香港 已經是十一年前的事 當時他亦有跟清智靈球員交流 活動結束前 他說希望下一次可以留在香港更長 我已經十年來回到中國 每次我來回到中國 我會享受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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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在活動上之外 米古佐敦也有私下和這些青年人聊天 有幸與神對話的球員都說 不生難忘 其實Jordan是一個經典人物 尤其是在籃球界 甚至在我們自己打籃球方面 其實Jordan是一個傳奇人物 當然我們平時在電視上 甚至在電腦上見到他 但在真時見到他 其實十三層是一個籃球 沒有試過自己可以親身距離 甚至跟Jordan 請我去聊天 其實是一個開心的感覺 我問了一條問題 為什麼他小時候 一定要選籃球 不選其他運動 他就跟我說他喜歡籃球 他就叫我不要放棄了 如果喜歡籃球 就用心去做 在工作上都是一樣 米古佐敦稍後就會到深圳和上海 繼續推動這個社區計劃 HKOnlineTV Sports記者五家謙報導 我們在電視上 我們在電視上 我們在電視上